《流浪地球二》被批流浪得太遠 觀眾風落 中共宣布重新開放 外媒稱帶來巨大問題 人權觀察組織稱 立即釋放白紙運動參與者 敏感時刻 王毅將仿歐洲 專家指前景不樂觀 知名中醫師與學者稱 李洪志大師開時天機 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張欣 首先感謝大家的支持 今天是香港時間1月28日 下面是新聞的詳細內容 今年的中國新年期間 大陸各地正熱影滿光雄和流浪地球二 27日在微博上看過這兩部影片的觀眾激烈互噴 合成了戰狼和資本對決 《流浪地球二》還在全球同步發行 雖然在中國票房大賣 但在西方異常慘淡 被批評流浪得太遠了 兩家製品方也嚇到互噴 《流浪》說滿光雄有資本扶持流量 片方造假 滿光雄說對方搞陰謀論 有視頻顯示大陸某電影院散場時 一名男子還激情背重滿光雄 近日網傳視頻顯示 一個眼鏡藍看完流浪後 在戲院裡揭絲底里的大喊大叫 網友解釋說 這是戰狼看完的反映 不知道的還以為吃了藥了 這種電影承載著怎樣樣的價值觀和政治任務 還需要說嗎? 一位網友評論被網上熱傳 他說:「一個一到有事的時候就放棄投票的國家 我絕不相信他能去拯救地球!」 有網友發現了劇中一件悲哀的事 本來看《流浪地球2》 各國宇航員50歲以上的出列 很感動 結果年份是2045年 一算50歲以上的人 是延遲退休的80後、90後 作家李成鵬說 《流浪地球》說的是 為了拯救地球 就要抽籤犧牲35億人 這是集中力量辦大事 這是代表中國最高水準的科幻作品的價值觀 神奇的現象是 《九菜門好推崇》這部片 有人反問道 在大街上遇到跌倒的老人時 你叫一句誰去扶他? 看看有誰敢去? 還有網友說 實質是民族主義的雞血 讓吸毒上癮的軀體再一次狂熱發癲 救不了中國 更不可能救地球 還有人說 我覺得武漢肺炎才是中國最厲害的科幻電影 可以叫武漢肺炎征服世界 有人爆出流浪的電影票 上面寫著只有共產黨可以救地球 時評人唐靖遠表示 這是赤裸裸的松林價值觀 只要自己能活著就行了 哪怕殺人都在所不惜 這樣的人就是禽獸 《紐約時報》對流浪地球2評論是 流浪太遠了 認為該片除了表現華麗的災難外 展現的是近三個小時的錯綜複雜的故事情節 夾生的主題和混亂的 明顯的國家標準的政治潛台詞 時評人秦鵬認為 這部片體現出 令部分小粉紅興奮的人定勝天的理念 只有人類改天換地的狂妄 而海外災難片展現的是 人在大自然面前的渺小 人努力自救卻充滿謙卑 過去一年 中共不肯讓你買100美元的輝瑞 不肯讓你準備發燒藥、感冒藥 不肯幫助鐵鏈女獲救 不肯查找胡陰雨的下落 當面臨天地大災難的時候 你居然指望他們忽然大發善心 要無私的拯救整個人類 而滿江紅也遭到不少大陸網友差評 理由大多是一樣的 就是整場下來很亂 說是個喜劇呢 又是個古代原儀片 說它是戰爭片 前面又像是喜劇 這部電影一看就非常地張藝謀 有黑龍江網友說 我的侄仔看完滿江紅回來 手無足道話抗金 我說你自己就是金 然後他就停止了 還有網友說 當初倒位岳飛份 將岳飛坐骨陽灰的是中共 今天捧岳飛 用來煽動民族主義情緒排外的 還是中共 承認了羅祥的那句話 根本大發 是領導的看法 你們只需要找一種學術觀點來論證它就行了 有人就認為 這部電影告訴我們 對於那些禍亂國家人民的人 不管它做多大的官 我們要記住它們 不要忘記它們的罪行 那些撤國的大鑄蟲不要有趣 遲早會被清算的 在宣布對疫情進行三年嚴格封控後 中共政府拋棄了早期政策 聲稱市場已經全部開放 外文媒體報導指出 中共的極端政策可能會造成國內民生蕭條等顯著後果 路透社27日報導說 三年間歇性的封鎖已經留下了雙巴 為中國家庭積累債務 削弱了人們的安全感 公開數據顯示 中國城市居民的可支配收入 中位數增長率已經從2021年的7%降至2% 雖然婦人基本上沒有受到影響 但大量跡象表明 他們正在考慮移民 另一方面 報復性消費也遲遲未有到來 野村分析師表示 在今年過年期間 中國承用車銷量比去年同期下降了21% 而房地產則繼續暴跌 CNN27日的報導稱 華爾街一度擔憂中國的開放經濟 會造成國際通脹 但這個預期很可能被誇大了 牛津經濟研究院全球宏觀研究主管本媒 在星期五的報告中表示 中國重新開放可能對通膨影響甚微 這是因為北京一度程度上 與歐美等國政策脫節 後者是在同一時間取消對疫情的限制 從而加劇了市場商品競爭 另一方面 中共政府最近公佈的數據顯示 人口已經開始減少 美國媒體對此表示關注 在被問及中國不斷減少的人口之際 聖地牙哥大學商學教授米勒 對聖地牙哥聯合論壇報稱 中俄等國的人口下降 將同國家財政帶來壓力 並減緩他們的經濟發展 但在全球範圍內 世界人口和全球GDP不會下降 聖地牙哥州立大學教授艾利認為 美國需要關注中國不斷變化的人口結構 但不必對此感到恐慌 她預計未來中國會出現勞動力減少的問題 而經濟增長將受到生產力的直接影響 人權觀察組織要求 中共立即釋放白紙運動的被捕人士 放棄對他們的起訴 並且立即停止騷擾抗議者的律師和朋友 1月26日 人權觀察法文表示 在去年11月發起的反抗疫情封控政策運動 直接對中共的專制做法提出了抗議 示威者高呼要人權、共產黨下台 在抗議過後 很多人士遭到拘留或被迫失蹤 但由於中共當局脅迫 導致受害人家屬禁聲 外界無法知曉他們的情況 人權觀察表示 遭到中共關押的人士中 部分人被正式逮捕 其中包括北大出版社編輯曹子興 跨國會計事務所織原理完整 北外英美文學研究生澤德裔 和自由讚稿人李斯奇 他們已經遭到中共正式起訴 上海的抗議者李毅 陳佳林仍然失聯 外界無法知道他們目前的狀況 雖然中共當局對外 並未正式承認各地爆發了示威抗議的浪潮 也無直接提及抗議者 但掌控中共警方及司法部門的政法委 在去年11月底曾聲稱 嚴厲打擊騷擾社會秩序的違法犯罪行為 此外還騷擾為抗議者提供法律援助的律師和親朋 監控網絡言論 其居心可見一斑 《人權觀察中國報》研究員黃亞秋表示 中國的年輕人正在因為自由和人權發聲付出沉重代價 世界各國政府和國家機關需要聲援這些年輕人 一同呼籲中共當局立即釋放所有的示威者 以下是本台記者斐真的採訪報導 內憂外患之下 新年依此中共就發起了外交攻勢 除了日前劉鶴出席大沃斯論壇呼籲國際資本外 據美國之音27日報導 中共國務委員前外長王毅也將在2月中旬出訪歐洲 據報導 王毅將訪問德國和比利時 參加2月17日至19日的莫尼克安全會議 並與歐洲的高級官員會議 報導援引分析人士說 屆時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一週年 也是普京準備對烏克蘭發動春季軍事攻勢的時間 鑑於曖昧的中俄關係 王毅無疑會遭遇歐洲的持續壓力 希望他解釋清楚北京對俄羅斯的立場 目前中方還未確認王毅訪歐 但是中共外交部日前表示 願在相互尊重基礎上 與歐洲繼續加強對話合作 共同推動中歐全面戰略夥伴關係 不斷取得新進展 中歐關係一度因新疆人權問題 互相制裁而越冷 俄羅斯戰爭爆發後 中共暗藏俄羅斯更加劇了歐洲對北京的反感 去年4、5月間 中方曾派出特使、出訪捷克和斯洛伐克等8個中東歐國家 希望改善關係 但遭到拒絕 台灣淡江大學外交學系主任鄭一毛 對希望之聲表示 王毅此行最大的目的 在於想再次憑植中國港大的市場與經濟利益 誘惑歐洲國家 改變現在遙遙玉墜的中歐關係 三年的病態清零政策之後 中國的經濟其實遭遇極大的困境 因此若要重構中國經濟 那就極需西方的資金注入 特別在美國的高科技制裁之下 歐洲其實就是中共的救命稻草 劉鶴近期在大浩斯論壇上發言稱 中國在經歷了疫情之後又回來了 並且已經準備好加強與世界的合作 意圖讓國際經濟界相信 中國仍然是一個做生意的好地方 但有美國專家表示 劉鶴的話一個字都不能相信 歐盟執委會主席奉德萊恩在論壇上說 歐盟正修正院這個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貿易方向 尋求降低風險而非脫鉤 台灣農華科技大學助理教授賴榮偉認為 雖然目前歐洲各國沒有明確表示 要與中共脫鉤讓中共感到有機可乘 但情況並不樂觀 中歐關係最大的問題是價值觀上的不同調 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不被歐洲各國 包括政府和他們的國會 包括他們的行政機構和他們的老百姓所認同 還有一個就是說 歐洲各國非常在乎中共和俄羅斯之間的關係 這是現在歐洲各國領導人對於中國的一個最大的懷疑 因為這是直接影響到歐洲各國生存的威脅 德國麥卡托中國研究中心18日公布的一份 對包括專家和普通民眾在內的880人的調查結果顯示 大部分人相信中歐關係會繼續下降 並相信北京會繼續維持親俄政策 絕大多數受訪者支持歐盟多元化的政策離開中國 加強對來自中國的投資進行審查 加強對關鍵技術的出口管制 並對科技合作私家限制 近日法輪功創始人李洪志大師 在《大紀元》網站上發表文章《為什麼會有人類?》 此文文誓之後 在華人讀者中引起巨大反響 旅居加拿大的著名北京中醫師趙忠元表示 李大師通過此文開示了天璣 李忠元說 幾天前李洪志大師的《為什麼會有人類》發表後 他連讀了兩次說 當時眼睛一亮有耳目一身的感覺 他感到這篇文章的發表 講明世間到了一定的危險程度了 而作為一個對世界有責任的人 作為一個有責任的得道者 必然必須要提出警示 目的是希望更多的人得救 北大哲學學者、聖經研究學者 紐約企業家劉新約表示 這篇文章在他看例是 人類文明史上或時代的理程碑 是對全人類都太重要的一篇文章 劉新約說 據我了解 在所有的經典或文化的歷史文獻中 從來沒有像李大師說的那麼清楚 整個宇宙是怎樣來的 是怎樣樣的一個結構 人類的起源等等 至少在我的經歷中 從來沒有人如此清晰地向我描繪過這個世界 信仰佛教的趙宗元告訴大紀元 他認為這篇文章開示了天璣 此前李洪志大師開示 中國三年疫情以來已經離世了4億人 他對此私毫不懷疑 天道優美、心不可測 李洪志大師之所以有這樣的判斷 那是由他自己判斷根據的 或者是根據天璣 你沒有研究過天璣 怎會知道天璣的問題? 你也不知道它的境界 你就不能妄加誹謗 對不懂的東西妄自誹謗 是以無知笑有知 趙忠元說 老子說 上市民道勤而行之 下市民道大笑之 下市民道他們不懂所以才笑 有一些人對疫情數字提出質疑 不如將精力用在質疑共產黨上 他有責任公開真正的染疫離世者數目 這次新聞播報完畢 多謝收聽 請我報告 請用車窗 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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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